109年第一次花蓮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27日在縣府大簡報室舉行 現場徐正衛聽取委員們報告 執行兒少福利的情況 同時也進行討論 希望可以落實照顧兒少的政策 培立計劃邀請國高中學子成為兒少諮詢代表 搭起溝通的橋樑 藉此提升青少年學子為公眾服務的深度以及廣度 花蓮縣兒少諮詢委員會代表理會表示 來自卓信項的他深感偏向資源部主 部落孩子們國中畢業之後就去工作 或因為家庭經濟因素中錯 應該給部落孩子們更有可能 希望為中南區的孩子們來改變 會議當中兒少代表族群文化議題上提案 透過問卷調查 縣內國中高中的原住民學生 希望能夠提升豐富族群課程的內容 在公共議題方面 建議公車運輸路線能夠進行改善兒少群域方面 則是爭取友善青少年活動場域的空間 台灣世界掌握會東京辦事室主任校委門路表示 花蓮縣兒少諮詢代表兩年一任 透過培立青少年參與公眾事務 增進孩子們對家鄉的認同以及重視 另外孩子們學習透過蒐集資料 調查統計向公部門提案的過程 瞭解政策行程與執行之間的落差 在於執行的情況再執行調整 透過青少年發展服務計劃 讓青少年建立自信 找到生涯發展的方向 記得今晚觀察到